相信你曾聽過《愛情天梯》這個故事 重慶江津中山古鎮高灘村民劉國剛 與他大十歲的寡婦徐朝青相愛 不過上世紀的人思想始終比較傳統 與一個長自己多年的女人 還有子女的寡婦相愛 始終惹來很多閒言閒語 為了避開別人的目光 他們私奔到1,500公尺的深山中 而為了讓妻子安全出入 劉國剛在峭壁上作出6,000多級石梯 所以他們的故事又叫愛情天梯 劉國剛在07年去世 而長期抑鬱成疾的徐朝青 日前也離開人世 享年87歲 不少人都說這對戀人 終於可以在天國再次見面 延續他們的愛情故事 在現今這個離婚率這麼高的世代 這個故事和他們致死不渝的愛情 的確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不過這次我理解我 那麼婚禁 以為